總院長就教他一些問題 請院長備訊 院長你好,辛苦了 院長,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202兵工場的一個簡單的歷史背景 我是南港區有史以來第一個立法委員 我跟中央研究院是同時長大 中央研究院的籃球場就是我運動的地方 胡適公園就是我念書的地方 我要說的說,這塊土地整個202兵工場 是在我們祖父曾祖父那一代 由國防部基於國防的需要 把軍隊帶去,整個圍起來 硬要農民土地捐出來或者徵收出來 所以通通是農民的土地 幾乎是無償奉獻給國家 現在的子孫總共有將近一萬八千多個人 如果是依照金門的例子 國防部把營區撤除了 就要把土地全數地還給這些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這是金門的例子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很多人都不曉得 所以當時有傳言說 郭台銘要把生物科 要搞一個數位環保科技城 要請中央研究院里浪移駕的時候 我跑到馬總統的官邸 在中常會上就明白跟他說 這塊土地是農民的 不做公家使用就要還給農民 如果不做國防使用就要還給農民 這才是正常之道 給農民一個公道 那今天呢 我再告訴總統跟相關人員 說 郭台銘的什麼叫做環保科技城 很多人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我找到了內部的真相 真相是什麼 郭台銘想要把他在全世界 比個比較重要的工程師 都找回來台灣 找回來台灣要蓋房子給他們住 那個叫環保科技場 換句話說就是建築業 不是什麼偉大了不起的研究中心 就是賣房子 那賣房子的話 國家的土地 從農民手上徵收來的 一大片土地沒有到一包香菸的價錢 這種血淚的教訓 一定會引起這些子孫們的痛恨 國家不能讓人們痛恨 因為這兩個理由 馬總統表情亥然 說這樣子絕對不可以 所以今天中央研究院有機會禁足 有機會就很高興的看到了 中央研究院把植物宿舍取消 我跟院長報告 這個202邊工廠 每一寸土地的來源 是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所以一定要維持國家擁有的狀況 如果你們以後搞育成中心 也只能出租 產權一定要在中央研究院所上 我們才有辦法對這些農民的下一代交代 我本來如果真的你們要不要趕走 我也跟總統講 我手上已經有一萬八千個人連署 我們會去包圍202邊工廠 我就是帶頭的人 所以因此逼退了某些人強烈的欲望 台灣最有錢的那位先生 所以以後你們的使用要更加小心 你們這次計畫裡面 把植物宿舍取消是對的 永遠不要在這個土地上搞植物宿舍 會產生窮無盡的誤會 那是我的家 怎麼變成你的家 有話講不清楚 是我爺爺我奶奶祖先的家 你們國民黨拿槍把我們趕走 你今天是變成誰在主 但是如果你是為止公有上班的 建築的 這些都是公家在進築的 很好 但千萬每一片土地都不可以賣 院長能不能答應 可以可以 好記得 這個專案研究的好朋友記得 每一塊育成中心也只能租不能賣 絕對不能像南港科學園區 南港軟體園區這樣搞 千萬不行 那第二個 如果說你有願望 希望把整個2022變工廠全部拿下來 就好這種雄心壯志去規劃 我們百分之百支持你 我跟各個單位講 絕對不可以有私人的土地 不可以有私人的使用 這會引起人民太大太大的誤會 何況我們現在各政府機關 都要跟人民之間維持一個相當理想的關係 院長這個要特別特別叮嚴 未來這個生物科技園區有很多不同的單位要進組 特別是靠近左下角那一塊 你要給什麼經濟部啦 國科會啊等等 統一管理單位是誰 中央研究員 所以以後土地產權登記中央研究員對不對 我想這個還是政府的 不是啊 土地產權登記誰 登記中華民國 那國有管理單位中央研究員 還登記中央研究員 這個我還 弄清楚喔 不可以哪一天去幫幫幫 登記成信郭的喔 不是不是 這一定是政府啦 哪個單位 然後他們是這些單位 國科會經濟不是來跟你租的嗎 應該是租的 對 應該是租的 我的期待 希望院長能堅持一件事情 這塊土地 只能登記成中華民國政府 然後由中央研究員做管理單位 這是唯一的選擇 因為登記成其他機關單位啊 七遍八遍 他就會把房子給賣掉 賣掉以後 產生了無窮無盡的困擾 不得了 我們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因為這個土地的來源 本身就是什麼 人民基於說 像金門的居民說 我奉獻給國家 你拿槍逼著我蓋章 我就蓋了 這樣來的 這些子子孫孫都住在你的 莊園區的旁邊 我們要給人家一個公平的交代 好不好 謝謝 所以要注意土地產權 要注意建築物的產權 建築物的產權 當然是你們中央研究員的啦 因為你們花錢蓋的嘛 土地就要怎麼去處理 其他當內進主 通通是租的 你不可以賣給他們 統一土地產權有沒有問題 土地產權當然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嘛 對 統一管理權 管理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管理 所以你們同負責 不可以讓其他單位自己在那邊瞎搞胡搞 好不好 也不能變成其他單位的房舍 這一點很小心 所以我特別跟總統講 2022兵工廠的土地 每一寸都是要國家的 每一寸都是要公有的 每一寸都要做公共使用 做私人的使用 這個帳算不完 這個要特別注意 再來中央研究員 也應該做一點 跟老百姓之間關係比較密切的 特別是 有關於電纜地下化的問題 我覺得我非常辛苦 我花了將近快六年的時間 幫台電去找好的土地 台電找好的土地 為什麼 中央研究員旁邊 有個胡適國小 胡適國小在這裡 也都是大家在念 胡適國小校園裡面樹立了一個高壓鐵塔 多少年來都沒有辦法搬遷 直到了我91年當立委 到今天已經99年了 我花盡心思 找遍所有的路線 終於定案了 從中央研究員全部把它地下化 在最後一個關頭 貴院竟然出了怪招 我非常不諒解 什麼怪招 紅色的部分都做好了 後面都要發包了 我克服了所有的反對的力量 包括前面的銀溪山莊 所有的居民 還碰到一個老太太說 蔡政院我們選你當我們南港人第一個立委 很光榮 可是你又跑來徵收了土地 像這種事情都發生了 可是為了胡適國小這些高壓鐵塔的地下化 為了南港地區所有高壓鐵塔的地下化 我盡有最大的力量 但是除外如果來自你們 我不能原諒 什麼不能原諒 你們竟然反對說土地是你們的 你們要做便電手 不准 不准什麼 不准台電 跨過4分C 在旁邊做什麼 竖了一句什麼 高壓鐵塔 為什麼 因為高壓鐵塔消失的地方 他們必須把設施擺在那邊去 你們說會這樣做不可 院長你也許不是很清楚的 簡單講我只要求你們 完全配合台電 因為你們那個便電手你們嫌他醜 便電手醜了台北市到處都有 你們的便電手想要蓋大 想要移到我們便電站的地方 育成便電手沒有辦法弄好的話 你這個便電手也沒有用 我知道你們電量不夠 問題在育成便電手 我也跟國防部要地啦 育成便電手不可以設在育成裡 要設在202的兵工廠 土地都看好了 現在看好農民屁不屁而已 責任在他不在我 所以 院長 就這麼一點點 我們要跨過私分析 請院長 你們裡面有太多太多七奇怪怪 當成七奇怪的意見 在你們院的裡面 我們順著你們一次 繞了很久 繞了三四年啦 所以這個問題 不可以當黨路史 當黨路史的話 我會翻臉 就像說對郭台銘翻臉 對馬英九翻臉 對吳敦利翻臉一樣 我說你敢把 中央研究院的這個國家事務員區 趕走 讓給郭台銘去搞什麼數位科技城 數位科技城就是個幌子 就是蓋房子給他的工程師住 同樣的 為了 電膽地下化 中央研究院享受很多的好處啦 我們的目的只是 你們的研究員要念的 胡適國小 校門口 那個鐵塔要拆掉 地下工程的話 老百姓都讓路了 中央研究員沒有理由不讓 院長您呢 對我 我 我會督促這個趕快做 我的了解是那個連接器跟變電所 距離太近 都在歐美索前面嘛 假如能夠離開差不多五公尺的話 報告院長 如果你這個理由成立的話 我這個計劃我無法完成 每一個居民都說離我家五公尺 每一個當地都說離我家五公尺 那我回去 老百姓都在我這樣肯脫說服之下的 你們歐美索不應該做黨路史 這樣我會非常的失望 會對你們中央研究院高度的失望 作為你們公家機關 老百姓都願意犧牲啦 願意奉獻啦 你們也沒有犧牲沒有還得利啊 因為園區裡面全部地下化 也沒有你們花一毛錢 錢還是我今天台電要的 你竟然只是說離我家 離研究所五公尺 你們就要出來站出來反對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計劃怎麼辦 離那人家加三公尺 兩公尺的多的是 我挨家挨戶去敲門 我不是講那個 我是說那個連結器跟便電之間的距離 台電現在有在考慮 不是 台電說你們給他帶來太大的困擾 假如這樣子我們要尊重台電的評估 好 院長請你尊重台電 台電沒有義務幫我們做 台電是看著我的面子 雖然今天也許我長得醜他怕我 所以拜託院長 請你們百分之百配合 不可以有任何阻擋 萬事拜託 我們要快速把它下地 好不好